光丰地区农会配合农业部从105年成立农业志工以来 对地方农村文化福利的推广服务 深获农民好评 而岁末年中之际 农会也特别邀请志工成员共同参序 其勉感恩之余也拟定讨论新年度的研习服务事项 而志工们也乐于投入农业推广服务之列 平日忙于协助在地农业服务农村文化推广 与农村社福服务的农业志工们难得放松 在尾牙参会上彼此交流 光丰地区农会农业推广志工将近20位左右 从104年参加农业志工训练 105年正式成军 每位志工至今仍在线上服务从未间断过 组长杨岳丽说 除了服务在地农民 农会也开办农产相关的教育训练 收获反倒更多 我们以前是对农业志工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后来我们加入志工以后慢慢地去研习 然后参加一些 刚开始是有在推广部那边值班 就多少会认识一下说 他们推广部到底在做什么 那些农民来买什么东西 所以收获也蛮多的 超过八成以上的农业推广志工 几乎都是创始元老 109年加入农业志工行列的林月珠 也从农业门外汉到现在如数夹针 他感谢前辈们的提息教导 当初怎么会想到说来加入这个团队 因为有一些姐姐们他们说 当志工不做又学了很多东西 有些活动什么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做农 所以说对农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说都不懂 我们都在上班的 结婚以后有人要我们就进去 学习蛮多的 收获很好 今年还要再继续 当然了 继续 看见农业志工们彼此教学 乡长对服务农村的热忱 成为了农会在推动农业发展 与加速升级过程中最得力的帮手 农会总干事张铭发也高度肯定 我想今年也是新的年度 在这边我想我们的志工 也会接受各种的训练 来提升他们的知识与技能 把希望年度把服务的项目 弄得更广 像我们的马滩休期 它里面有休闲农业区 我们可能也会培育他们来做解说业等等 来提升他们的服务层面 农业推广志工平日轮流排班 提供农产服务 农村文化与休闲农业的推广 也积极参与农产研习教育 孙末年终之际 志工们也共聚办尾牙餐序 相互勉励 也订定年度农业推广服务的目标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